政府早前宣布全国所有的学前教育班 托儿所以及幼儿园可以在7月1号正式复课 不过全国教师专业职工总会的主席阿米努丁 昨天就促请教育部展研幼儿园7月1号复课的日期 阿米努丁解释 这是因为社交距离措施的关系 一些班级需要分成两班制 造成了设备以及助教以及老师不足的情况 所以他就认为学前教育领域还没有做好复课的准备 针对教专的这项要求 教育部第一副部长马汉顺今天也给出了回应 教育部副部长马汉顺今天到霹雳以保修等女中 为即将在明天复课的准备工作进行视察 在进入校园之前 马汉顺同样要遵守严格的防疫措施 测量体温和使用消毒搓手液之后 就在校长的陪同之下 巡视校园内的各个角落 马汉顺表示 所有的学校已经做好了防疫工作 因此中午和中六的学生 铁定能够在明天回到校园上课 另外针对教专要求展延幼儿园复课的请求 马汉顺则解释 当局是在考量到父母们的难处之后 才会宣布7月1日复课 至于教育部禁止幼儿园的学生携带书包 水壶和食物到学校引起了部分家长不满 马汉顺则是解释 卫生部原本是基于学生的安全为考量 再加上食物由孕方准备 所以才会做出这样的宣布 但是经过了解之后发现 很多时候学生们的餐点都是由父母准备 因此教育部将会与相关部门 再次商讨幼儿园的复课指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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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